15勝0付去兩次被中國拳王的爆炸中拳打爆打攤 這是40歲張智蕾生涯第一場以臨時世界拳王的身份打出的未免戰 每一次的轟炸都能把運行無限狂暴的力量注入到拳頭 並在身體和頭部引爆 如果說與喬伊斯的一番戰讓世界拳堂開始承認張智蕾的實力 那這場與喬伊斯的二番戰就是真正讓世界拳堂尊重中國拳擊 這也是俱樂格鬥各位拉丁戴好頭盔 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場張智蕾職業生涯最凶猛一戰 時間回到2023年9月23日的重量級臨時世界拳王衛冕戰 這場比賽不管對於張智蕾以及整個世界拳堂來說都是堪稱歷史性的時刻 拳堂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能以重量級世界拳王的身份接受對決 儘管在與喬伊斯的一番戰中 張智蕾以吹哭拉朔的連壓氣勢TKO拿下金腰帶創造歷史 但由於只是喬伊斯的右眼被打腫被裁判教廷才宣布獲勝 因此不管是喬伊斯的粉絲以及很多媒體都認為 張智蕾只是運氣好而已 而這場二番戰賽四番不僅把場地轉移到英國最大型的溫布立場館 更是打出了疑眼還眼這樣的標題來大肆宣揚 喬伊斯將會復仇成功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從終身敲響一刻 張智蕾在場上的冷靜就和喬伊斯形成強烈的對比 儘管開場一分多鐘張智蕾都在用在前手控制的距離觀察情況 但堅如磐石的下盤以及春土不讓的腳步都在說明他對這場比賽的自信 他不需要高頻率的瘋狂連轟 但只要一波開3P10的重擊就足夠撼動每一座高山 張智蕾每一隻後手打出的重擊都能造成一次沉悶的撞擊聲 進入第二回合喬伊斯嘗試過前衝壓迫較高頻率的連擊來壓制住張智蕾的轟炸 但似乎經過一番戰的噩夢後 他對面前的中國拳王有著陰影一般的恐懼 不僅打出拳頭軟綿綿 毫無戰術可言的進攻也讓人感受不到他的氣勢 而在開場一分半鐘後 冷卻時間結束戰爭內重新火力全開發技能粉碎性重擊 那拳頭與下額撞擊瞬間帶動身體震動的衝擊 都似乎在挑戰喬伊斯骨头的承受能力 原來最狂暴的力量不是拳頭把人打飛 而是在對方前衝瞬間關進全部力量在身體引爆 慢進回放時更能感受到喬伊斯被擊中瞬間墜入深淵的崩潰 終於來到當晚最凶長的第三回合 戰爭內開啟了更狂暴的技能 三八掌式重擊 面對形同虛色的防守 戰爭內每一次都能直接環繞半圈貫穿喬伊斯雙手猛砸頭部 那完美精準到極致的爆炸衝擊 每一次的撞擊都能帶來前所未有的暢快感 而面對臨近崩潰的對手 戰爭內在比賽最後十秒帶著回天滅地的能量量量 即頭部轟炸讓喬伊斯直接貪失 沒有裁判的判定 沒有走場的優勢 也沒有任何賽事方的偏方 戰爭內在兩萬多名英國人面前用絕對的實力告訴世界拳堂 這個臨時重量級世界拳王的寶座 他拿定了 延續歷史比創造歷史更需要實力 這場比賽比起一番戰來說 意義更加重大和深刻 全方位的連壓讓所有質疑的媒體和觀眾無話可說 好 這是俱錄格鬥 格鬥可以升典一樣優雅 掰